Sawdika,我是泰粉,泰国游仔,带你看泰国 今天我接到了一个特殊的任务 就是帮中国的粉丝送礼物给他们的偶像 那个偶像就叫做BKPP BK是一个人,PP是另一个人 这个朋友拿着这些东西 要帮那些小女孩吧 送给泰国明星的 来到这里 是这里吗?拿刀 对 这边是拿刀公司 然后他们就在里面上班 这里有一个熊 看到吗? 有个好大的熊坐在一张椅子上面 可以吧? 走吧 公司在这里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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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送空 OK 等我去到海洋里面 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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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吗? 你进去吗? 好 好 已经交给工作人员了 然后现在是疫情期间吧 就不方便进去 本来说是可以进去的 好了 送完东西了 我还以为能跟个明星合个照啊 那里有啊 他们就在这里 在这里工作的 这个明星好像说是华人吧 有中文名字 叫做马群耀连维凯 好吧 我们老人应该感觉不认识了 泰国明星我就认识那个 打工夫那个 托尼加 其他好像都想不起来 还有比较出名的是巴玉 我就认识巴玉 巴老板 然后这里 他们公司这里啊 真的是太多车了 你看都停满了 这边 比较窄啊 路也窄 然后里面也窄 然后 刚才那个 那个批批的车啊 要停到那边去 停到那里 已经在人家的地方去了 这一片啊 这一片啊是曼谷的苏昆维区 这里算是曼谷的富人区吧 但是这边的路都好窄的 像这些啊在旁边停了车的话都没办法汇车了 然后这些车听说都是刚才那个拿刀公司的 他们那里挤不进那么多车了 所以都停到路边来了 里面这一辆小奔驰啊 9881 听说是PP的 是不是呢 有知道的吗 有谁知道的 麻烦发个弹幕告诉大家 就在刚才拿刀公司的鞋对面 这里有一个咖啡店 这个咖啡店好多那个BKPP的照片呀 应该这个咖啡店是很多他们的粉丝会来这里喝咖啡 估计是来这里喝咖啡 看看能不能偶遇自己的偶像 我觉得这些书是吗 嗯好像是 上次我帮你买那些 我有帮你买书吗 衣服而已呢是吗 这个网络可以吗 这个网络可以吗 可以拿是吗 可以拿是吗 嗯好像是点上飞就可以 现在就不能弹 哦 哦 泰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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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搞了今天大明星没看到 搞得我泰文发音都发错了 要了三杯这个 这个 这个 然后 说是可以拿这个书 据说他们的父母经常来这里喝咖啡等他们下班的 这些 你看都是 好的照片呀 我们点了三杯这个 拿到这个是什么东西 那个 杯卡 杯卡 杯架 杯架 就是用来包那杯子的 为什么给了四张我们就点了三杯而已 反正你们都不喜欢给我就对了 我们不用了 就给他 就给莫莉收藏了 刚才有问在咖啡店的老板说平时BKPP他们两个也时不时会来这里喝咖啡 如果我有哪位粉丝 还是想见到自己的偶像可以来这里喝一杯咖啡 说不定你又可以看到他们了 你看 而且这么大一杯 还得一本书 才60泰铢 12块钱 很便宜吧 很划算吧 这里在 Sukun Week Soy's Go Sukun Week Sukun Week 第29项 如果你找不到 可以实现我 我给你发定位 好了 你们喜欢BKPP吗 或者你们有什么喜欢的泰国明星可以留言 或者发弹幕告诉我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我的视频别忘了 点赞关注 谢谢 さวัสดีครับ